封盛的一天從這裡開始 今天是8月5號星期三 歡迎您收看《晨光第一線》 我是楊振華 大家早安 我們先來看一下 今天的節目有什麼主要內容 關閉疫情對旅遊業衝擊巨大 也讓喜歡出國遊玩的國人 感到很郁悶和無奈 本地的就有旅遊業者 就想出了虛擬旅行和探險體驗的創意 讓參與者通過互動性強的線上活動 在家裡面體驗旅行的快感 那這樣到網上旅行 能夠緩解大家的旅行渴望嗎 稍後的潮流解碼我們去了解 新聞一開始我們首先來關注 黎巴嫩首都貝魯特發生了大規模爆炸 造成超過70人死亡 近4000人受傷 當局估計 隨著救援工作持續展開 遇難人數將進一步攀升 黎巴嫩當局將貝魯特列為災難地區 宣布當地進入兩周的緊急狀態 並且成立了調查委員會 計劃在5天內找出爆炸事件的負責人 附近民眾拍攝的畫面顯示 爆炸發生時天空中騰起巨大的蘑菇雲 不久後又再次爆炸 強烈的衝擊產生白色氣旋席卷四周 冒出滾滾的紅色濃煙 事故發生在當地時間星期二的下午 地點是位於貝魯特市中心附近的港口地區 爆炸導致多條街道嚴重損毀 到處可見破損的建築物和散落的玻璃碎片 甚至連遠在180公里外的塞浦路斯 都感受到了震動